另外一个是加拿大投资公司的研究公司 叫做BCA Research 给大家看这个新闻 他们说现在 注意了 现在开始 所有美国股市的反弹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所有的反弹都是 就像是走到最后的尽头 已经没有什么真正力量在反弹 那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就是 日本央行进入升息的循环 美国进入降息的循环 两相对比之后 本来之前的套离空间就不存在 所以会出现全球资金结构性的一个转移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要请教封信人的看法的同时 也要顺带提一下 一刚开始我们讲到说 今天是日本投降79周年 另外岸田也说 他就不再竞选自民党的总裁 害投降了 对 害投降了 然后日本首相会换人 日本首相换人 我读到他相关的文章讲说 岸田离开之后 日本的央行会有更大的一些操作的空间 让日本的日元继续升值 鹰派会占比较多数 那这就更加落实了 这个套离空间是不太存在的 封建您的看法 我觉得日本央行根本没有那么大的魄力 没有魄力 你们不要太看重日本央行 好 不太深惜不可 否则你如果是日本人 你就会知道现在的日本的这个经济状况 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多么惨烈 他们现在 如果你就人均GDP来看的话 他们是已经低于1993年了 他们是比1993年还要来得低 在希腊工业国当中 他们是排名第七个 他们比意大利还要来得低 我站在看报道 他的实质收入已经比台韩都要低了 对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而言 如果我再不升息 然后让货币政策正常化 他其实有很大的风险 他让日本政府 其实累积了太多的赤字 然后企业家庭 个人也都累积了太多的债务 我这个时候如果不喊停 大家债务继续无限制的膨胀下去 用很低的利率膨胀下去 终有一天 我的日元都会没有人相信的 所以日本央行 其实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这是他们为什么觉得 他们非升息不可 但问题是 他们这一次的升息 全世界的震撼教育 这么激烈把他们给吓到 所以我就说他们 日本人的胆想 你真的千万不用怀疑他 日本人的胆想 你千万不要怀疑他 今天风险的第一个金句出现 千万不要怀疑 千万不要怀疑 对 我觉得他们被市场吓到了 所以他们急着来 说市场没有稳定这些 然后我们就不会再升息 如何如何的 当然现在要看 就是新任的首相到底是谁 确实是有影响 那么现在比较热门的人选 大概有几位 一个是石破茂 还在台湾访问的石破茂 他目前民调声望是最高的 然后其次是小泉晋次郎 这是小泉淳一郎的儿子 但因为他很年轻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你再等一等 你不要那么急着 就冒出头来 那小泉晋次郎 那还有就是高市早苗 这个是在安倍生前最看好 然后最想要扶持的 可是他也是极右派 他是标准的极极极右派 还有一位比较没有被点名 但是因为他的民调 好像都很低 日本人好像也不太认识他 这些所谓支持率高 都不到20% 对 都是10%的 对 他连5%都没有 茂木敏充 我觉得茂木敏充的机会反而比较大 因为日本的党内的选举 他不见得是看民调的 他们又掌控媒体掌控得很凶 靠的是换票 对 派系之间换票 派伐之间的彼此之间的换票 虽然说岸田文雄他说解散派系 然后好像表面上什么安倍派也解散了 他的洪池会也解散了 可是事实上 因为那牵涉到内部的晶元结构 所以不是说解散就解散的 因为茂木敏充他本来就很难干 他个人就很难干 然后第二他懂他的援能力非常的强 然后他在安倍内阁的时候 他就折冲这个有关于跟川普政府的协调 谈出一个对日本还不错的协议 所以他的能力是够强的 那对川普政府又非常熟悉 那如果川普会上台的话 大家更觉得说 那我们先找一个对川普政府熟悉的茂木敏充 而且他在党内比较没有敌人 他的敌人都在官僚体系 他的敌人不在党内 那石破帽的敌人都在党内 尤其是麻生 所以我相对比较没有看好石破帽 可是万一是石破帽 好 观点来了 昨天很好玩 昨天日本股市 其实在盘中的时候 岸田文雄他一宣布说他不要选 然后石破帽一宣布说他要选 你知道日本股市从涨1.2% 然后就翻黑变成跌0.3% 盘中不到半个小时就 你知道那个就是玄海市的下跌 就是担心石破帽 因为石破帽是不止一次提过 认为日本央行应该要走货币正常化 所谓的货币正常化就是要升息 然后而且不要再宽松货帽了 如果他要升息 他要不宽松货帽 那资源当然升值 那全球的套利交易 当然就会全速的 赶快撤回日本的银行 那么撤回日本的银行 从各个金融市场撤退 所有的金融市场都会跌 就跟上个礼拜所示范的 那一场演习是一样 上个礼拜我还是视为演习 上个礼拜跟上上个礼拜 前证 还不是主证 还不是主证 等到日本央行真的撑不住了 他们挡不住内部的压力 非要再升息不可的时候 才是主证 那所以如果是石破帽 我觉得速度会快一点 如果不是石破帽 也许可以拖到年底 这是对于日本的金融方面的 一个表现的影响 不过就日本首相这个位置 就低渊政治上来看的话 石破帽之前被归类为 一度亲中的立场 但上了日本首相这个位置 我看谁来当首相 基本上都一样 更亲中的是和野 但是和野更不可能 OK 反正在日本首相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亲美抗中友台 大概这个套路都是把他回变 对 我觉得 日本的官僚体系也好 或者日本的政治人物 你也不用期待太高 不管他亲 过去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都会进入那个框架里头 他自己是无法突破的 我觉得这一点 我是很替日本人觉得悲哀 就他们是属于那一种 突破不了框架 开创不了自己格局 没有自己的路 没有自己的国格 你能期待什么呢 全国境内都是美国基地 那能怎么办呢 对不对 其实他们是 他们是21世纪版的美国殖民地 不过刚刚这标题你同意吗 BCA市井 美股再怎么反弹都是假的 那我们刚刚因为提到 日本央行进入升息的 一个循环 我七层 我七层 七层同意 因为就跟我 七层几率认为 美国经济衰退是一样的 美国经济如果衰退 美股当然触定 所以七层的几率 美国经济七层衰退的几率 美股七层的几率已经触顶了 所以说了反弹 有七层都是假的 所以钱接下来就到日本 日本看谁当首相 对于他日元升息或者是 日元升值或者是 日本央行升息的脚步 石破码的话稍微加速 其他首相的话 因为日本天生胆小 所以可能会 在这边抖久一点 对对对 我这样讲大白话了